所以这一台车的设定整体起来的话 就相对比原厂舒适 那这台车为什么要改避震器 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这台车它的加速减算很快 所以它原厂的避震器在阻尼的设定上 其实也是才一个overdamping的设定 它的阻尼做的比较强 所以当它在台湾道路品质 比较不好的状况之下 我经理自己有做过一个朋友的后座 它的这台后座就比较不好做 因为它的阻尼回馈会比较直接 加上这一台车的轮胎 跟旅圈的选择的规格尺码比较大 所以它的路感回馈比较直接 造成后座乘客的一个乘坐的感觉 都会觉得比较颠 但其实我也测过它原厂的阻尼值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只是配置上它原厂的一个轮胎规格 还有加上它原厂建议的胎压值 通常超过40个PSI 所以它的路面回馈就会非常的直接 那路面回馈比较直接操控当然比较好 可是后座的乘客就会觉得比较不舒服 如果有看过KT的影片 应该是很少数有把阻尼在改装的流程当中 它的设定是比原厂还要软的 这台车是我如果记忆中没错的话 应该是第三台还是第四台 第一台冰是W205的C300 AMG的 后面主移一样是做下修的 第二台比较特别 第二台是韩国车 Elantra Sport的后面主移也是做下修 这台算是第三台 那一般会做改装电器 通常都是把主移往上提升 这台车的弹桓供电数 提升的幅度其实不多 可是主移反倒是往下修的 KT有准备类似车款的试乘车 可以提供给特斯拉的朋友来做试乘 下一按竖 试买 试乱